接下去要帮同学介绍的这个对等子句 就非常容易犯错了 老师先把观念先厘清一下 我们在中文里面常常会有这样 虽然但是 在中文是OK的 可是英文里面 这个虽然是用low 但是是用but 这两个都是连接词 所以一个句子是不能用两个连接词的 只能用一个连接词 为什么 另外有一个句子是主要直句 他没有连接词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牢牢记住 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个例子 The man works hard 这个人很努力工作 but 但是 Fate is against him Fate是命运 Against是反对 可是命运反对他 也就是说这个运气不好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命运相违 违背他的意愿 没有办法 好 那我们看第一题的翻译 我们很容易 做翻译的时候 一看到虽然 马上就写dow 然后呢 后面一直写 写了之后又来一个但是 这样就不对了 我们这个重点是讲但是 所以我们现在把但是留下 把这个dow一定要删掉 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句子出现两个连接词 这样就不对 两个句子只能用一个连接词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答案给他完成吧 虽然不能写 直接写我 要求他帮忙 但是他拒绝了 这个应该是讲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动词最好是用过去式 I ask her for help 这是固定写法 要求人帮忙一定是ask人 for help 这是前半段的主要子句 后半段就是我们的对等子句 连接词就是but 后面主词谁 she 动词refused 一样是用过去哦 这样才是正确的 好 这是他拒绝了 所以对等连接词 我们用but 我们用了but 前面就不能用do 这个要小心 这是第一题的翻译 我们继续看第二题的翻译 虽然钱很好用 但是买不回失去的健康 所以如果我们把虽然翻出来了 这样就错了 do money很好用 its useful 这样句子就成立了 但是我们这个do一定要删掉 因为后面有一个对等连接词but but写完之后 一样一定还要把主词写出来 but it 买不回就是没有办法买回失去的健康 英文就cannot buy就可以了 那个买回来那个back不需要写 直接就cannot buy就买不到 失去的健康 这个健康是已经失去的 所以用过去分词 lost health 这样就正确了 所以前面这个句子没有连接词 我们称为主要子句 但是第一个字我们要用大写 后面这个句子有连接词 我们就称为对等子句 第二个重点是用so的 同样的道理 so跟but because也不可以同时出来 但是中文都可以 英文偏偏不行 因此我们要特别留意 再看第三题 好先看例子 life is short 这个人生是很短的 so we must use it well 这个it代名词 就是代替前面的人生 所以人生前面写过 后面就不要再写了 用it来代替 现在我们把答案写完吧 诶 中文你如果写because就不对咯 我们要把because拿掉 因为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先写主词 火灾有特定 the file 再写动词 happen 这个事情是过去了 所以我们用过去是 半夜是in the midnight 好后半段写连接词 so 所以 再来写主词 很多人 many people 罹难就是 英文讲罹难 我们就是用be killed 这边是过去的事情 因此我们就要写 were killed 这个才是正确的 这个才是正确 别忘掉了 时态很重要 再来我们看第三题 好 这边可以看出重点了 用了so 前面就不能用because 这个时态是过去是 所以后半段也要用什么是啊 过去是我killed 继续我们看第四题 因为他喜欢画画 所以because不能写 because一写就错了 he like 什么画画英文怎么写 like to draw 这个就是前半段的 because我们给他删除 后半段出现了连接词 对等连接词 所以主词 他想要wants to be 成为 成为 这个是身份 所以他配必动词 want to be 一个艺术家 an artist ok 所以这个就是 有关于 because跟so 还有呢 前面出现的 ado跟but 容易混淆的 对等子句的 这个翻译 我会订阅